灰省移民厅宣布,明年1月重开投资移民 名额为全球1750个,每个国家的上限为1200个 以先到先得的方法收件 灰省今年3月已经确定 该省的投资移民计划所定的80万元投资 160万申请人资产要求不便 灰省特别指出,中国最多灰省投资移民计划申请人的来源地 这次申请都必须递加到满地河 而非以往向灰省驻香港办事处 不过,假如申请人有中等或高等程度发育能力 则不在名额之限 他们可以在明年3月前任何时间提出申请